今晚做龍花火鍋 龍花基本上還是生的 不過雪凍了,所以它有點遲鈍 第一件事要做,就是幫它放入料 大家也知道蝦味是最多食物 所以要剪蝦味 有些人比較暴力,只剪蝦味 我們嘗試做得好一點 看看剪蝦味 大片裡面,是這樣的 黃色的,是它的鹿 有些說可以用來蒸蛋 我們不做這些 還有這些是它的筷子 筷子一定是不值得的 我們剪蝦味 好了,這裡呢 我們出了一個很漂亮的蝦味 我們都不做了 有些排風西出來了 同樣呢 我們可以拿一些 酒 很細心 那這個用來做什麼呢 待會我們煮了一個龍蝦湯底 我們稍後會用來煮 另外呢 你會看到這個嘴 吃東西的那些 我們就剪了它 看到蝦頭 好 看著它 看著它 把它剪乾淨 讓我們不要 那些嘴巴的那些 我們就不吃了 蝦頭其實是我們不吃的 不過呢 我們也想用來煮湯的時候 也想用來煮湯 所以現在用來煮湯 再用來煮湯 就算是洗乾淨 放在這裏 放在後腹上 放在後腹上 這裏方便處理 我們先在這裏剪開店鋪 剪開店鋪 剪開後 就可以下鍋煎 這裏是一條腸 這裏是一條腸 炒香了 這裏是一條腸 洋蔥和薑 加入龍花梨 煮湯 或是一條腸 汁 它很香 煎麵 火鍋煎麵 煎麵 煎麵 把蝦頭放進去 純粹是煮熟 很快煮熟 煮熟